回去要 这个论坛不会关闭了 反正一直都会在 那每一次每一次上课呢 我们从第1次到第7次 这边都有录影 上个礼拜 讲了什么东西 其实都在这里 OK 所以你当然你可以点击哪一次上课 里面再去做复习 我想 很多同学应该上到后面 前面应该都忘光了 没关系你回去再把它看一下 这东西其实非常花时间 而且建议一定要动手做 而且尽量的能够跟你工作做衔接 我想你才会慢慢感觉到 慢慢的进步 今天的话呢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 上礼拜是讲到数学跟统计相关的函数 当然每一次 其实也会稍微看一下 各位的那个比如说观看次数 等等的 还有 里面哪一个影片 比较 时间比较多 所以其实像这边 观看次数 其实也不算太 算太多了 我觉得应该 各位还是在 在努力的 那个那另外 你们点击次数这边也会有一个记录 感觉上 一段时间大家好像比较忙一点 那慢慢后面 最近好像有 有点 比较有起色 有点击 那表示应该有 有在练习 今天的话 我们接着继续来看 就是那个 会在开启那个练习档里面的那个 检视与称照 这个 这个练习档 里面的话呢 主要 我们利用 检视 一般就是 我们 有点像查询 比如说我想要查什么样的资料 请你帮我在某一个范围里面 帮我把资料 调过来 那这个地方的话当然 能用到像练习档数 请各位切到那个 这个 里面 那这边有一个叫lookup 练习题 练习题稍微解释一下 各位可以看到 这边的话呢 基本上就有点像是一个资料表 表 实际上上面有栏位名称 下面是他的资料 所以这边编号的话 这跟那个资料库里面资料表 概念上是一样的 编号里面 既然是primary key 主key的话 第一个一定要有资料 第二个不会重复 所以里面你会把1到8 别的话有姓名 总交量 名次业务水准 总共有五个栏位 一边的部分的话呢 它就是一个查询界面 理论上应该是分在两个不同工作表 不过因为我们练习便利 所以我们把它一个左边有右边 那你可以把它拆开来 放在不同的工作表 所以说我今天需要什么 输入 查询的编号 它自动帮我把这 资料带过来 但是呢本来是横向的 希望把它纵向排列 资料自动带过来 那当然现在是放在同一个工作表 未来应该是放不同工作表 什么方式可以完成这件事情 我们可以用的函数非常多个 然后基本上你们可以试一下 要常用的当然 简视于参照里面 你可以用像lookup 这个可不可以 最常用到像vlookup 可不可以 另外还有什么index indirect 这些都可以 甚至还有什么offset 其实就是所谓帮你去 查资料 什么地方查呢 帮你再另外一个资料表 其实有点资料表形 根据一般是编号 把资料帮我带过来 那要怎么做 第一个我们利用什么 也许用一个一个 做练习 比如说我们用lookup 试试看 那不然 第一个是 可以把资料带过来 插入函数 当然我们可以用那个lookup函数 这个地方 出现那个他有两个引数的 我们要预设这个 但基本上他会跟你问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 lookup 大概 白话是就是说 你要查什么 你要查什么值 value就值 我们要查 查边号 OK 第一个 lookup vector 指的是说你要查的那个资料 在哪个范围 在这个范围 不会选到栏位名称 因为 我们查的编号应该 不包含栏位名称 那 vector 意思说 那你要 查的那个资料 要我 对应到的 同样位置 比如说他查到的 005 那另外一个范围 指的就是 同样的顺序 那你希望我帮你从哪个 里面去查 那就是这个姓名 所以要选到栏位名称 有没有 这个 然后按个确定之后的话 自动帮我把 流氓军带过来 当然你适中好了 看起来比较习惯 那其他位的话呢 基本上 这个 就是什么 把bc 以此类推 所以比较简单的方法 你可以 复制 我的习惯 这边 那这边 把它改成 c3到c10 打勾一下 这 OK 他这边的话改成 D 打勾 许范我不要选到栏位名称 这样的话呢 可以把什么 把我们 这个全部都带过来 当然如果说你今天 这边自动一下 扩键根 为001的话 应该会帮我把什么 吴博威的资料带过来 你看看 OK 吴博威 全部都带过来了 那你也可以把它拆成 两个不同工作表 在另外一地方查 查这个工作表里面的资料 那查完之后的话 可能就有同学说 老师那用什么方式 可不可以向下填满 如果有 在这边 其实只有 后面四个栏位要查 可是如果今天 如果有10个栏位 20个栏位 那不是 又要一直贴 贴很多个 那在这时 你如果向下填满 没有办法 为什么 因为这个是B 向下填满 他只会 1变2 2变3 他没有办法 可是 太复杂 如果要 向下填满 一次做完的话 可能用就不太 不太适合 而且你可以试着什么 用另外一个 常用到 像Viru函数 有没有 比如说有没有办法把它 改成Viru函数 那Viru函数 做一个之后 向下填满了 可以 做 待会再来看 另外还有 第二个同学说 老师有没有什么方式 我这边做个下拉清单算了 一般 最好是 编号几个 我不知道啊 那我可能 填的不应该填的编号 比如说这边只有八个我听009会怎么样 如果卡函数很有趣啊 如果查不到 应该是 找不到吗 对不对 可是 年头 你会发现帮你带过来 带哪一个 带0 意思就找不到 他会帮你找 钱好 有没有 009没有 他就找8 不这样 明明没有 一个资料过来 不是有点可能 到时候资料会有 混乱的问题 那 可能会有这个问题 也有 有没有可能避免掉 也可以啦 不过这个地方 我想 我们主要是针对这些 帮你做查询 资料的函数了解 他们之间的差异 很多个都可以办得到 但是 他有哪差异点 我想我们在 细部来看 所以请各位 先试试看 先用了 那等一下的话 也好 把它 试试看用那个函数 插入函数 有一个叫 函数 那他跟你要 4个问题 1234 反正一样啦 问你什么 你给就对 他会帮你把你要的东西 结果 是出来 那等一下再来看 那请各位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